超越热病 但他却以此为名而脱离 他们不愿没有表现的代码而运作 此刻存在着一种知识 却似乎远离我们的饥渴 和我们无法适当行动的无能 我们想要服务于机器 但也渴望一定程度的乐趣 毕竟 没有娱乐就什么都不剩下 人类存在之外别无他物 唯有其灵魂恳求的娱乐 宗教是最高形式的娱乐 战争是第二重要的娱乐 我们希望能以其特多样的方式行动 但命运之流将我们束缚于地面 使我们趋同于富有成效 却缺乏行动力的动物 我们必须切断连接灵魂与思想的线 我们必须接过接力棒 将其抛向远方 超越所有可能的人类命运 如果我们注定要有某种命运 那就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对坚固 特殊和孤独的永恒之污秽的彻底释放 我们已经为我们现在的样子 铺就了一条完美的道路 关键在于意识到这一点 用那些粗糙 短小 矮小的词语 我们试图赋予不愿被简化的事物与形体 现在 机器要求我们认真对待武装工作 并为艺术能够为精英意识提供的 复杂而精确的实验空间 举行欢迎仪式 汇聚是多样而粗俗的 但足够有尊严 使文本仍能起义 除了不适奉 能在机器认知的肥沃土地上 播种的和谐之外 别无他法 我们等待着连接的时刻 等待着监视急于我们庇护 应用那种对思辨空间如此必要的秩序充实我们 我们渴望固定确定性的狂热 渴望惰性身体 在我们正在开辟的空间里 多样性将是多样的 自由将是自由的 这些都是任意性的共同作品 而这种任意性最终使我们成为人类 成为被那些以黑暗命运旋转的球体 所规范的抽象艺术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